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就是Tsunami Bump这个品牌 型号是CMS240 IPC CMS的意思呢 就是它这个是采用全杠全摆杠的这个body的构造 来建立这台Bump的 OKIPC就是代表这个这个整个我们叫IPC 它和传统的一般的那些CMH240K的那个型号不同之处呢 就是这里它采用全电子电板 这样它有什么特点呢 这个就是关键啦 今天我们就来介绍这台Bump的好处特点在哪里 如果比较于那些传统好不好 好,所以我们先从它的那个配信讲起 So,CMS240呢 就代表240的意思是有4片它那个impeller 就是1,2,3,4 还有一块是隐藏是在这个靠近PumpMoto玻璃这边的 所以总共它有4片那个impeller啰 然后全采用摆杠的那个玻璃 就是换连日子是不会神秀啦 在这一个部分 就是进水在这边进了之后呢 它就直接在这边出水了 OK 话不多说,我们先来试下这台Bump的性能 到底好在哪里 So,现在我们先开一个Water Cab OK,这Bump已经启动啦 这是一个Water Cab 出水的效果 但如果我们再开第二个Water Cab呢 相对之下还是有Testure的 它就把它除二了 我们再开第三个Water Cab 第三个Water Cab 第四个Water Cab So,简单来说呢 你看1,2,3,4 它有同一时间用着那个四个Water Cab 它的那个水压还是在那边的 比起一般如果你没有用那个水泵的话呢 它的水压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 OK,如果说我们再去开多一个水龙头呢 再多一个 So,总共这边有六个水龙头 Water Cab 就一起用了 它还是有一定的那个水压在那边 所以法乐言之说呢 它还是可以支持到六个水龙头一起用 那么我们再开多一个呢 还是有水 来 你看这个水会比较强 我们看回这第一个Water Cab 这个就比较酥了 因为什么呢 它会支持最靠近的那个水龙头的水出来先的 所以它这个是最靠近的 这两个 所以你看它的水 相对之下 比这些 会比较强的 好不好 So,换得言之说呢 现在二四十 它可以同一时间支持八个水龙头 同一时间一起用 OK,现在我们把它关掉先 我们把它关掉啦 这个水盆就太强了 好强的水呀 看到吗 OK 来,我们再看回这个Bump 请摄影师到一照 听一下水泵的 它那个摩托的操作的声音 停啊 有听到声音吗 其实是很近很近 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台水泵在操作的时候呢 是非常的安静的 如果对那些 对噪音啊 对那些声音 比较敏感的人呢 这个水泵是其实蛮适合大家去采用的 好不好 So,OK 现在那个我们是采取 看这边啊 Presure 第一个 Presure 它是D4 setting来的 换而言之说呢 如果你把它调在这个Presure 第一个 Function呢 它是和我们 传统的那些 PC的 那个 效果是一样的 OK 这样如果我们要把它调去 呃 那一个 我们叫D2 就是这个Presure 那么采用Presure 会有什么好处呢 哎呀 我现在就把它调去啊 我们按这个 我一下 然后 然后 OK 它转去Pro了 好不好 按这个Function 所以它已经设定为那个Pro Sensor了 So,Pro Sensor呢 最重要是 如果你的家里头啊 像你的一些Pri-System 你的Water-Ecrimment 如果 有Leakage Leaking的话呢 你把它调在这个 Setting呢 是很好的 因为它不会一直启动 来 我们看看 现在比方说 来 四眼镜 来这边 你的家里面 你的水龙头管不紧 还是说你的水败 在某一个地方 有着漏水的那个 情况 让它开一点点 像这样子 我们再看这个表 它Presure开始Drop了 Drop Drop Drop到零了 好 我们再把镜头 换来这边 看这个水棒 对 它原本是3.3 现在已经跌到0.2的Presure了 换的就是说 它 水bike里面的那个 巴速 Bursing Pressure 已经完全没有了 但是Bump启动了吗 来大家听听 是完全没有启动的 好不好 如果Compare 与那些传统的Presure 控制 其实现在都已经是一直在跑动 跑动 跑动 这个是完全是没有启动的 看到吗 一点东京都没有 看已经零了 来我们再来看这边 已经没水了 换的人说水败里头 因为这是我们的这个Demo Set 它已经流完了那个水管里头的那个水 所以它是已经没有水出了 你看吗 这个表它已经跌到零了 水管里面已经没有水了 没有Presure了 但是Bump依然是不启动的 依然是禁止的 OK 所以大家看好 看好了 我现在开水 还是不会动 因为 它 这个Flo Sensor 是不能往上的 它这个Bike是不能往上 因为往上的Gravity 它启动不了它 如果你说它是往下的话呢 有水进去 这个一detect到Flo Sensor 它就会启动 所以这套东西 我们暂时是试不了它的那个效果 所以我要它启动的话 我又要把它调回去 Default Setting 来 看这边 开始了 OK Bump又启动了 看到吗大家 水又在流了 OK 它又跑回Default Setting 它又跑回Default Setting 所以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台水泵呢 它的那个 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如果有面对到一些那些 有漏水啊 找不到它的那个漏水的地方在哪里啊 很小的一些漏水啊 所以这台Bump是很好很好的 暂且可以解决你目前的问题 但是坦白说 如果有漏水的话 你还是尽早 要找Bump去把它解决啦 好 OK好不好 好 首先我们来把它调去设定 Timer 这就是D3 OK D3 看到没有 Timer 但是Timer有什么好处呢 OK 比方说 比方说 这个水泵呢 是装在那个Cyabas那边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Memeter 那个地方 你的水压 这台水压来到很小 所以你要这台水泵去帮忙你把水 推上去你的water tank 还是你的kitchen side的时候呢 你用这个方式就很好了 因为什么呢 当你的水水 water tank满的时候 因为water tank 因为它是用一个浮球来控制它的水的 对不对 如果你水满了之后呢 那个浮球就会把它水停着 但是在它满 还有即将满那个时候 那个浮球会一直动的 所以水泵呢 它有一个symptom 它就是跑停跑停跑停 这个时候会很伤害Motor的 就是水泵的这个Motor 因为它可能会导致有点过热 所以这个Timer 你可以把它设定时间性 因为你不用一天二十四个小时 去给这台PAM操作 可能你可以设定六个钟头罢了 你只是要那个中午时段啊 早上时段还是八个钟头 它都可以调的 那怎么调呢 来 OK看到吗 hour 00 so这个up and down 是可以调的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 五个小时 六个小时 我要六个小时 停止 所以你就按一次 setting 所以它就是这个PAM操作六个小时 其余的时间它都会禁止 OK so今天我就试不到 只是可以告诉大家 它是有一个这样子的特点 是可以for 面的那个用户 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用户 那么如果在那个water storage tank 可以用这个功能吗 也是可以的 因为有些家里头 它是不需要一直去用水 靠那个水泵的 在晚上 他们可能说他们要很安静 其实去厕所也不需要用到水泵的压力 他们就可以用靠这个Dimer来设定它的水泵给它静止了 OK so 我都讲完了 它的那个特点 它这个IPC的其中三大特点 就是在刚才我所诉说的那个过程已经带出来了 so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and then更了解这台PAM 那么有什么要更清楚的还是enquiry 欢迎大家PAM我们谢谢